中心社报导 鸠山游记夫星期四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后表示 身为日本人应该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责任 表示忠心道歉 美国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公司 在退出大陆快两年后 华尔街日报报导 欧洲零售商业者麦德龙集团表示 在大陆消费电子产品市场试水温两年后 将退出中国市场 台湾鸿海集团证实 河南郑州富士康今天上午发生两辆交通车相撞意外 目前已造成7死20伤 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毅 回应记者有关台湾艺人殷能静因南州事件 被大陆有关单位请去喝茶一事 殷能静昨晚再度于微博发声 要妈妈别担心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大陆财经网微博转载并声援 要殷能静别怕 新唐两者电视整理报导 大陆财经网微博转载并声援 大陆财经网微博转载并声援